各位帮球迷 早安玩玩 我是阿都凱 帮球總是殘酷的 不論是教練團還是競爭對手 甚至是在場邊 或是鍵盤前面的球迷 只要一個打不好 就可能失去在他們心中的位置 甚至是連上場機會都沒了 所以今天這集影片呢 就是要來跟大家一起回顧 五位曾經在職棒有著好表現 甚至是球隊的主力選手 卻在一夕之間因為身體健康因素 或是競爭對手成長得更快 就失去掉他們出賽機會的選手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就直接開始我們今天的影片吧 首先第一位是陳家居 陳家居的職棒路非常坎坷 2013年從美國回來參加中華職棒選秀 也被中信兄弟挑中 2014年陳家居跟陳志鴻與黃軍生 三人共同守護黃山軍的本壘 2015年陳家居則是在教練團的安排下 幾乎是蹲滿了一整季 整季有著95場的出賽 雖然沒有每場比賽都蹲滿 但也可以看得出來 家居對於中信兄弟的重要性 2016年中信兄弟從自由球員市場中 牽進了政達紅 也讓陳家居交出了他主戰捕手的位置 但他也打出了三成以上的打擊率 不過陳家居之後就因為受傷以及低潮 被放到屏東去曬太陽 直到2020年才再次回到義軍 並成為主戰捕手 關於陳家居的故事 我之前有做過了一部影片做介紹 有興趣的球迷朋友可以點擊右上角去看 我這邊就不多說了 陳家居一直以來都是很有實力的選手 配球能力卓越 甚至接好球的功力也是一流 但近期因為家居的身體出狀況 同時打擊出現了低潮 還有高宇傑的崛起 甚至出現了配球更靈活 身體更健康的不來洗 陳家居就變成了第三號的捕手 去年僅僅只剩下31場出賽 50個打擊的紀錄 幾乎已無出賽空間 接下來第二位是蘇偉達 2015年被中信兄弟選進來的野手 而他最大的競爭對手 除了前輩恰哥跟大師兄之外 就是找他一年進職棒的許姬紅 不過中信兄弟還是非常重視蘇偉達成長 也給了他很多的出賽機會 2017年許姬紅低潮坐車南下的時候 就是由蘇偉達來秉替許姬紅的位置 而他也都有著非常不錯的長達表現 2018年就在4月單月連續兩次代打開轟 2019年更從嘟嘟潘威倫手中 打出生涯第一發的滿貫拳雷打 2020年許姬紅雖然歸隊 但在大師兄受傷以及恰哥退休的情形下 蘇偉達和許姬紅共同瓜分一三連的上場機會 偉達更有著五隻代打全雷打的紀錄 讓他成為中職史上最多代打全雷打的打者 只可惜2021年開始陷入低潮 雖然9月底10月有過短暫復活打出三隻全雷打 但低潮還是來得相當快 2022年開季更是大低潮 同時又有年輕小將黃維勝的出現 讓蘇偉達根本爭取不到上義軍的空間 去年9月因為練習的時候受傷骨折 到現在都還不太能上場 可以說是相當的可惜 第三位是小黑吳俊偉 2019年第一個完整的球季 雖然有著在義軍被培養的機會 但後來因為側腹肌受傷而錯失掉 2020年吳俊偉開始大放一彩 而他和蔡奇哲跟李正昌 也共同組成了泡麵三人組 在當時幾乎就是勝利的保證 那年一共有著56場出賽 攪出3.08的防禦率 拿下24個終繼點 2021年同樣還是很受到重用 也依然是能交習各隊攻勢的投手 有著56場出賽投了高達59局 攪出3.20的防禦率 與拿下27個終繼點 而當他確定他能拿下 終繼王二連霸的時刻 他也非常開心能成為最年輕 達成終繼王二連霸的投手 只可惜2022年小黑出現控球失準 以及球速大幅往下掉的情形 所以也成為各隊大進補的投手 4月8號就出現了0.2局掉4分的狀況 不過之後還是有能持續調整的機會 但球速依然回不到過往 讓他在5月中就帶著 防禦率9.31的成績下到二軍 之後7月有回來過一軍 但也依然無法回到該有的水準 最終在15場的出賽中 攪出防禦率10.38 與WHIP值2.08的成績 黯然結束了這一季 第四位是詹子嫻 過往詹子嫻的攻擊 因為我之前有做過的一部影片介紹他 所以我這邊就不多贅述了 2021年詹子嫻頂著手肘骨刺 依然有著很多讓人無法忘記的時刻 各種精彩長穿 各種勝利打點的時刻 台灣大賽中也兩度開轟 以4x17、5x331的打擊三圍 摘下他人生第一座的台灣大賽系列賽MVP 同時開刀清除骨刺 不過詹子嫻2022年狀況衝不上來 雖然6月一度拼出不錯的表現 但7月又因為確診下二軍 讓月正以及蘇宜等人搶走了外野的空間 9月底重回一軍後 又慢慢找回長打能力 但因為其他競爭對手的表現 過於亮眼與穩定 詹子嫻就這麼在2022年失去了舞台 對於詹子嫻來說 那個骨刺看起來就像木瓜樹下的釘子一樣啊 最後一位是張志豪 一直到2021年以前 只要沒有傷的張志豪 都是各隊投手必須要小心對付的打者 雖然很常給對手刪涼 但只要被逮中也是很可怕的結果 所以他一直是中心兄弟的不動先發中外野 只可惜2020年底腹肌拉傷 導致2021年他為了閃避痛點 而大量使用了他手臂的力量 使得他必須要開TJ手術 只不過開刀後也出現了大量的競爭者 雖然志豪去年開機狀況不錯 但之後受傷又碰上打擊狀況下滑 他也不想要因為自己而害到球隊 所以跟總教練申請下二軍 去年只有在一軍有42場的出賽 這是他生涯13年來第二滴的出賽紀錄 同時攪出生涯最低的三圍成績 可以說是生涯最失落的一刻 今年張志豪要在球團的安排下加練一壘 要填補徐基隆去開刀的缺 這對於張志豪來說是一個能夠付出的好機會 大家怎麼認為呢? 好啦那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大家對於這支影片有什麼樣的想法 都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告訴我 影片結束 大家有三個工作做 追蹤我IG、訂閱跟留言 也可以去我生活頻道 《都市傳說》去看一下 我是阿杜凱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